那我们也是跟各位同步一下 这个BO3可能会影响的一些季后赛方面的一些结果 首先是我们刚刚有提到的一条 就是老干爹如果在今天的BO3中 哪怕只输掉其中一个小局 那么都会宣告着老干爹彻底与这个赛季的季后赛无缘 所以对于老干爹来说 今天的BO3是两场都必须拿下的一个状态 一分都不能丢 而同样的 在如果说微博今天是拿下的老干爹 在大场方面拿下胜利的话 将会宣告着另一次队伍RA将会无缘季后赛 那现在就看微博了 给小五拿英雄的话 就严阙妮扣加勒夫兰 我觉得这三个都是还不错的 但是其他的 就是目前搭下来这个上中也感觉没有特别的适配 还是说他们有别的想法 对安妮也不错 安妮是属于是方帕斯特别爱用的一个英雄 安妮这个英雄打狐狸好打 所以说现在也是大家越来越开始的 在狐狸回归赛场的时候拿安妮出来应对 但是要换嘛来点主动性 如果是女坦的话 就是我们常规意义上来说 相对来讲打线更好打泰坦的英雄 对 但是我觉得塔姆会更加的 这种攻守兼备一些吧 是想配合着四级过来的国豪做一波 但是赖的这个位置跟芒森之间刚好有一个小小的视野差 有个小timing 国豪这边是匍匍前进到三角草 这边已经凿到刘金松 随时留勾小把刘金松勾回来 风展间自命中 还有一个后续表皮开出了白盾 小浩在打 胶闪夹子夹到了 Kapler Kapler这个进化是捏了一下才交的 反手看小浩的这个Q了 Q到了金角 先上来打一套 能把金角留住吗 金角这边吃两个减速 小虎来了 小虎往后走 小虎过来捏着晕的 刘青松这个位置 哎呦 过来闪现打掉 伤害 差一丝跟对方的Kapler进行的交换 但这波一换二 微博还是转 小浩还想追 金角没有双招 小走位 躲开天音波 天雷波的二段 没能留住人 哇 这波金角 甚至还有时间 亮了个表情 只不过瞬间被打掉了 本身下路是没 哎呦 小走位把 打到清兵 把Tivers给躲了 是 是 但这波的话是得打架熬的 而且龙的选了在两千多 这个位置四个人先被包了 Tivers还在慢慢回血 这边一勾先勾到刘青松 而反手这边一趟 快把金角给秒掉 而刘青松还有个后手表皮的白盾 扛完了就小浩 最后是栗战而亡 但这边的话 海超又刷了一段林莫突袭 而且后续刘青松也倒下 打残剧能力 好像还是老跟这边更强一点啊 Kapler一个倒锅 都没能倒锅道 Light A一下 最终是成功A Skapler 触发了最后快感 但是被海超跟闪直接收掉 嗯 这看老干爹怎么指挥了 大福利已经在靠了 这波要打吗 这波老干爹的指挥师还是想打的 要打还是得叫安妮过来 但安妮现在处理兵线 两边阵线有点分散 金角先扛第一波又余阵 后面的话两个震荡手雷 是夹到了老干爹的野辅两人 Light这个夹子还比较关键的 不然松松这个位置可能得交个闪 接线的时候 能够很快速的反对波大线给轻掉 嗯 哎 上路出的上这波没大的 没大糟 但有闪现应该死不掉 但没点燃 Burl没点燃 老干爹 我已经在靠了 我在打我在靠 我全都要老干爹 我到了 要动手吗 龙背对方拿掉 但是人想留 先一凿接魅惑想杀刘青松 但第一时间想着想拉扯了一下 先大快朵鱼 吞下这边金格斯 但金格斯突然那一场的 还在被深海冲击给冲了上来 刘青松这边的一个后续表皮的白队马上要消失完了 交响往后拉扯 哦呦 这一波配合到夹子 想要白手阿根根根把国豪给秒掉了 这波 微博的阵气爆得很死啊 刘青松扛了无数的技能 国豪大招开得有点太早了 他在小龙河道那里就把大招开了 所以基本上没挡到什么伤害 在进去的时候被控到一套鞋带走 四个人急火 这看起来打得很凶 那朱德章马上又大了 嗯 就行交闪交大 哎呦要杀了 交闪 呃 是的 但另一边 鳄鱼也挺挺挺挺 走不掉了没异了没闪 呃感觉朱德章这一波是不是有点贪了 调整自己上线的位置 嗯 这个位置过来想踢 有机会把伯特给踢回去 踢回去了 踢回去了 控制链跟不跟得上 夹子给到了 打死了 好 那这样的吧 两边上单 一人给一波 扯平了 你被抓了我也被抓了 那等于都没事 等于都没被抓 打6闪上 这波有大快躲移的 想硬持来的 有狐力在 嗯 但小虎也来了 是选择吞了金克斯 直接深渊潜航跑 完全ok 嗯 现在确实转完了 证明小虎还被海超追的打了一套 这个 看到了而且狐狸有大有闪 不太可能抓到 他们甚至想反打 博豪就在后面 先魅惑到小浩 没晕啊小虎 直接集火 呃 选择打一套再出晕 但是这样的方式 就等于是把小浩卖掉了呀 打完龙之后 中路洗线直接放峡谷前锋 这个中路一坦应该是有了 小虎踢过来 嗯 但他现在身上没有捏一些几头 能留人吗 国豪这个位置还有心愿横扫 看一下这边先扫 鳄鱼这边的目标是谁 国豪应该是 哎 不好说 国豪回头还把刘基松给换掉了 而且自己还没死 终于还躲开了这把W 小虎被留下来了 哇 而且这边朱德章 直接一声不吭 就倒在了原地 这边交闪上了 硬杀完 赖他也死了 是的 但他昨天两把狐狸都出了 这也就说明这个英雄 剩下来之后 其实很难死掉 嗯 所以我觉得海超 但现在微博刚尝试的蹲金角 没能蹲死 金角交了个闪 现在开始进行了一波反包围 金角肯定是第一身要倒的 但剩下的兄弟能走几个呢 恒温灼烧 是直接逼了一个大块躲移 刘青松替小虎而死 但问题又来了 就是你躲过了这一截 那下一波怎么办 但是 诶诶证明要开了 轻到了一个小浩 恒温灼烧一放 但这波明显感觉有点不好留人吧 还要留吗 嗯 小虎这边还有大块躲移在咯 小虎这边还有大块躲移在咯 小虎这边没有敢动手 如果说是上半步四打四的话 少了个狐狸 但是小浩是不是有点太急了呀 他摸过来想踢一下 而且打野一掉 下半步虽然大招换大招 可是右边没打野 而且左边狭有训刃 可以摸大龙的呀 这波海双是可以再踢到正面来的 雅曼同事回家 鳄鱼跟狐狸现在都是没有大的情况 老干爹这波是直接抓龙就可以了 没有打野的右边 小虎直接给了 狐狸踢到了 尝试的一个大招抢了一下 没抢到正面被留住 大块躲移交出来 保住了这边的light 但是后续闪现过来的光好想要连light 小虎已经被解决掉了 light确实跑了 可是微博的众兄弟 恐怕只能活一个light呀 真的老干爹 一点机会都不给 今天打得完全不像老干爹 真不给什么失误啊 而且他们的技能衔接打团什么的 做的都很好 哇 这一波也是果断的RA大龙 然后回头留人 一系列的指挥跟决策和执行都做得很好 light的现在打个泰坦多费劲 但Furdo这个位置 哎 刚说还不给机会 找到机会了小浩 给机会了 阻拦到老干爹的推进节奏 而且松松这个位置可能被牵手 松松想留人哦 自己交闪先拉扯一下 这波毕竟五打四 确实有人数上的优势 一个慢慢一个一个的打 先把空豪处理掉吗 小虎选择直接上了 小虎自己先给了 换了国王一截血量 可问题是后续怎么打呢 后面的霞已经把正面的猪的章 给处理掉了 闪现上前Kapler Oh my god 好是学的一波闪现Kapler 用着这一波的闪现上前 宣告着自己的回归 三杀落袋 这波甚至可能要被一波 要一波了 最快复活的是二十几秒的中复 没有办法去阻拦老干地的推进 哇 看似是一波五打四的 多打少的机会 实则被打了一波零换四 直接一波结束了比赛 我们要恭喜老干地啊 在这个丢一分都是悬崖的 这一局BO3里面 直接大逼分赢下了对手 好 看 here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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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